我明明只是一个本源受损的废物 而各大高校却争先恐惑地求我入学 对此我只是疯狂地笑着说你们不配 转头加入了一所垃圾技校 只因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害怕我的回归 联合我谈了两年半的旅游 在五考中污蔑陷害 不仅导致我本源受损 被学校取消入学资格 甚至狼狈入狱而死 此刻我重生到五考结束当天 一个穿着制服的执法司人员冷声说道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要是没有能够证明你清白的证据 你将会被注销学籍 下半辈子就等着在监狱里渡过 文言心中暗骂就不能重生早一点吧 现在上哪找证据去 就在我悲愤至极 一道机械声在我脑海中响起 检测宿主已苏醒 魔神系统杀戮即可变强 恭喜宿主获得新手大礼包 魔神血脉本人伤势已自动恢复 魔道密集搜魂术 听着系统的声音 我陷入了沉思 紧接着抬头看向苏映雪 苏映雪你就没有别的想说了 我们两年的感情 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苏映雪文言哭得更大声了 你不要指望我 还会帮你做假证 这些年你对我非打鸡骂 仗着我对你的喜欢 理所应当的占据 本属于我的修炼资源 现在你落的这样的下场 都是旧游自取 站在一旁的陆衡 得意地看着我 我可以给苏映雪同学作证 我亲眼所见 我父亲是陆镇员 青州城八大镇首使之一 我保证我说的话句句属实 执法司的人看了陆衡一眼 没有想到陆衡的来历 既然这么大 便是又看向我 要将我抓捕 我当即开口怒对 空口无凭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有本事将证据拿出来 陆衡和苏映雪 都是愣了一下 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开口惦记 没等他们说话 我又开口了 空口无凭 我还说 你们两个联手诬陷我 苏映雪一时间有些心虚 哭得更大声了 陆衡稍一愣 随即恢复正常 我亲眼所见 难道还能有假不成 我父亲是八大阵首使之一 难道我会说假话冤枉吗 难道有证据证明 你没有做这些事情吗 魂言我只是轻笑一声 我是没有证据 但我会搜魂数啊 刚要开口 系统的声音却在脑海中响起 恭喜宿主 魔神血脉已彻底融合 请宿主洗去自身斑驳血脉 提升魔神血脉纯净度 系统声音刚落下 一股恐怖的气息 就从我身上散发开来 天空中 顷刻间黑云压成 这一幕 让舞蹈广场上的人 神色惊骇 下一秒在所有人惊恶之中 我的修为 就从气血进四星 直接蹦到气血进七星 而天空中 矗立着一尊魔神 散发着无尽的魔气 下一秒魔神之像消失 化作一道血光 没入我体内 先天觉醒者 竟然是先天觉醒者 周围的舞考生 已经忍不住议论起来 苏映雪的神色僵硬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陆恒的脸色 更是难看到了几点 他太清楚 先天觉醒者意味着什么 一旦我要求彻查这件事 就算是华夏高层 都会开始关注 不过好在 他确定没有留下任何把命 文部部长瞬间出现在我身边 神色惊骇地看着我 是不是觉醒了先天之力 我愣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 文部部长见状 面露狂喜 一把拉住我 激动的一时间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文部部长突然想起什么 顿时紧张地问道 你的本人 稍稍犹豫 随后摇了摇头 转身看向苏映雪 我现在只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陆恒和苏映雪的眼神有些不自然 脚步更是不由地后退 陆恒耿着脖子说道 证明你的清白 你的意思是 我冤枉了你不成 你有证据吗 我冷笑一声 证据我当然有 下一秒 身影化作残影 冲杀上去 没有人能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我竟然会直接动手 陆恒反应最为迅速 一拳砸上去 借助力道顺势后退 而苏映雪 则是没有这么好运 直接被一拳砸飞出去 倒在地上 大口咳雪 没等他反应过来 我已经捏着他的脖子 将他提起来 陆恒大喊一声 你要干什么 杀人灭口吗 战场顿时混乱起来 执法司的人 便是想要冲上来 而下一刻 我动用搜魂大法 苏映雪的记忆 被直接投放出来 刚准备动手的人 停下脚步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傻傻愣在原地 陆恒神色惊恐 他看到在光幕上 出现他的身影 正是他去找苏映雪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你弄出这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 就想蒙骗过关 我提议直接诛杀此人 立即将他斩首示众 说着陆恒就要冲上来 但却被文部部长给拦住 苏映雪还在嘶吼 他怕了真的怕了 但已经无济于事 光幕上出现 他的和陆恒见面的画面 声音也随之传出来 我帮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陆恒轻轻一笑 手中便是 拿出一瓶器械单 开口道 帮我诬陷他 我要他永世不得翻身 陆恒的声音 响起 让在场之人神色骤变 接下来 则是陆恒和苏映雪仔细的交谈 甚至到每一个细节都有 很快光幕转变到参加舞考中 他们污蔑攻击我的画面 光幕停止我撤回搜魂术 但没有放开苏映雪 舞到广场上一片死寂 陆恒恶狠盯着我 咬着牙喊道 谁知道他是用了什么手段编造的 他说是搜魂术就是了 听着陆恒的话 我却是冷笑一声 死死捏着苏映雪的脑袋 将之提起来 手中力量直接捏碎苏映雪的头 现场一片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我的身上 文部部长也愣住 没有料到我 竟然会这样做 我浑然不在意 我记得舞者条例中有一条规定 诬陷先天觉醒者是死罪 以为我杀了他没问题吧 就在此时 系统声音响起 检测宿主击杀气血镜三星舞者 杀戮值加三 系统声音响起 我稍稍一愣 不知道这所谓的杀戮值 是个什么玩意 但没等我细问 便是有声音传来 他可是你女朋友 你竟然杀了他 恶魔你这个恶魔 就算他诬陷了你 害得你本源受损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已经和你道歉了 你还要怎样 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抛开世事不谈 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你女朋友 为什么会为了几颗气血丹出卖你 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你要是能够给苏应雪气血丹 他又怎么会出卖你 有时候多找找自己的问题 这么多年了 有没有努力修炼 努力赚钱了 不要总觉得是别人 的问题下 头难出乎 我意外的是 一旁竟然有小仙女出生 为苏应雪打抱不平 觉得我太过于狠毒 我都猛逼了 苏应雪可是要毁了我一辈子 现在你劝我大度 莫不是在开玩笑 看什么看 难道你还敢杀我不成 一个卷发胖女生抱着手 趾高气扬地说道 丝毫不拒 怕一个清脆的嘴巴子 落在他的脸上 直接把他的牙齿都打掉 对不起 我不小心打到你了 我已经和你道歉了 你不会生气的吧 我问道 还保持着抽他嘴巴子的动作 这一巴掌 更是让现场安静下来 文部部长都傻眼了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我杀了你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这一巴掌 会对我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 你知道吗 女生翻起身 像是眨毛一样扑上来 下一秒直接倒在我面前 我手中不知何时 出现一把漆黑的刀 抹过他的脖子 带走他的生命 你们都听见了 是他要杀我的 我这属于正当防卫 我收起刀 杀戮只有长了两个 心情竟是有些好 差点忘了到你了 我转过身 看向陆恒 捏着刀便是走上来 陆恒被我这沙发 果断的样子给吓到 想要后退 却是不能动的 只能嘶吼着大喊 你敢杀我 父亲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个妻子也敢动我 你知道的 父母对我很是疼爱 你要是敢伤我 一根毫毛 他们会杀了你的 是吗 我咧嘴一笑 你以为我在意吗 上一世的我被接回陆家 却是爹不疼娘不爱 甚至不愿意承认 我的身份 对我百般嫌弃 渴望得到亲情的我 一直忍让渴 直到死后 都没有被多看一眼 终活一世 我早已看看了 去你妈的 狗屁青青 老子不需要 既然觉醒了魔神血脉 那我就要 做这诸天最大的魔神 陆恒已经吓傻了 我正要动手 文部部长这才反应赶来 赶紧拦下我 陆臣他是否有错 该怎么处理 是执法司的事情 万不可动手 我遁住脚步 看着文部部长 冷声道你 是在给他求情呢 我被人诬陷 本源受损 无法修炼的时候 谁又特么为我说过一句话 我被人诬陷 本源受损的时候 谁特么为我说过一句话 我暴怒眼睛是红 周身魔气滚滚 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是陆恒有错在先 先陷害我 并害得我本源受损 无法修炼 哪怕是现在 陆臣成为先天觉醒者 要是本源之力不能恢复 也是不能修炼的 这放在谁身上 谁也受不了啊 短人舞蹈 如同杀人妇女 这个仇不可谓不大 但特么的 陆恒是陆振元的儿子 陆振元是青州城八大镇首使之一 封侯尽的修为 要是陆恒在这里出点事 怕承担不起 陆臣的刀怒劈下来 文部部长直接阻挡 拦住陆臣 够了你已经杀了苏应雪 陆恒要怎么处理 会交由执法司的人来决定 轮不到你来处理 文言我没有说话 只是深深地看了文部部长一眼 执法司决定 他是带回去 晚上就被放出来了 他就知道 若是要杀陆恒 一定会有人出来阻挡 毕竟他可是陆振元的宝贝儿子 我捏着刀的手指结发白 正要说话 一阵急促脚步声传来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看去几个身穿军装的人 快步走来 为首的中年男子 大步留心上来 眼神犀利在四周扫过 怎么回事 男子问道 杨叔救我 这小子想要杀我 没等旁边的人说话 陆恒率先开口 认出来的人 是他父亲陆振元的老兄弟 同为青州城八大镇首使之一的杨龙 修为同样处于风头镜 文言杨龙神色骤变 认出了陆恒 眸光顿时变得无比犀利 落在陆臣身上 小子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感受着杨龙身上 铺天盖地的杀戮之气 陆臣神色不变 直接开口 他诬陷我 害得我本源受损 听到陆臣的话 杨龙也是神情一致 这可是不共戴天的大仇啊 文部部长健壮 也只能上来凑在杨龙耳边 将刚才的事情告诉杨龙 关于陆臣是先天觉醒者的事情 并说出来 听后杨龙的神情凝重 紧皱着眉头 一时间竟是有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要是陆臣是普通人还好 可陆臣是先天觉醒者 却被陆恒害得不能修炼 这不仅仅是 害了陆臣 更是让华夏少了一个顶尖的天才啊 而陆恒又是陆振元的儿子 镇首使之子 这件事怎么处理都不好办 周围的考生也是全部看过来 全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想要知道杨龙会怎么处理 沉默许久后 杨龙终于开口 陆臣我知道 这对于来说不公平 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不能再让华夏损失一个天才 所以 还请你能放下心中的仇恨 以大局为重 你放心 君不会给你补偿的 若是能为你寻来一株妖王植株 便可让你的本人伤势 恢复杨龙说着 陆臣确实倾笑一声 眼中都是讽刺 什么叫做 华夏不能再损失一个天才 就陆恒这种玩意 说他是蠢才都是 侮辱了蠢才两个字 什么以大局为重 用大意来压他 简直可笑 我要是不愿意 陆臣紧握着手中的刀 心中充满了仇恨 唯有用鲜血才能洗刷 我说了 陆恒不能死 杨龙没想到 陆臣态度竟然这么强硬 也是有些恼怒 他可是镇守使 何时有人竟敢这么和他说话 陆臣紧握拳头看向陆恒 却见陆恒眼中带着得意 没有半点悔改之意 但我要控诉陆恒 诬陷我无考作弊 并害得我本源受损 无法修炼 我要求取消陆恒的学籍 废除他的入学资格 陆臣说道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 想要在这里杀陆恒 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说文部部长出手阻挡 现在又是杨龙阻拦 就是没有这些人阻拦 陆振元 可是还在暗中给陆恒 派了隐威保护 刚才要是文部部长不阻拦的话 敏威将会出现救下陆恒 听到陆臣的话 杨龙和文部部长 都是神色一名 无比凝重 没有说话 特别是杨龙 让陆臣退步 已经是对陆臣不公平 现在要是连这个要求 都无法满足 还要偏袒陆恒的话 可就太过分了 这么多考生看着呢 这会败光君不威严的 陆臣我知道 你知道就不该阻挡我报仇 陆臣声音提高 打断文部部长的话 他是陆振元的儿子 命金贵我 难道就该死吗 活该承受这一切吗 让我以大局为重 谁他妈在乎过我 该怎么办 感情本源受损的不是你 门陆臣咆哮的声音响起 无人敢回答 周围的考生 却是小声的议论起来 就是啊 难道陆臣就活该承受这一切吗 谁让人家是陆大人的儿子呢 命金贵着呢 家人都不用承担责任 先天觉醒者 都比不了人家儿子命金贵啊 各种声音传来 虽然很小 但杨龙确实听见了 神色凝重 若是让其发展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我知道你心中有气 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给你保证 军部一定会给你寻来妖王蜘蛛 助你恢复伤势 另外 军部可以给你安排学院去修炼 杨龙沉生说道 确实没有提要废除陆恒学籍的事情 是在施舍我 陆臣冷笑 他夺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再随便给我一点施舍 还希望我感恩戴德是吧 陆臣语气中带着无尽的怒火 诸位你们也都知道 陆臣是先天觉醒者 虽然现在本源受损 但我保证 一定会为他寻来要妖王蜘蛛 恢复本源 没有那所院校愿意招收陆臣 他的修炼资源由军部来处 杨龙紧锁着眉头 没有再理会陆臣 而是看向那些大学的招生半导师 大声询问 却是没有人理会 所有人都低着头 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他们又不是傻子 这种毫无保障的话 谁信谁傻别 你妈的 你一个封猴镜说 要去找妖王 蜘蛛搁着开玩笑吗 陆臣早就预料到 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看向陆恒 冷声道我 向你发起挑战 生死战可敢应战 生死战可敢应战 陆臣的声音响起 周围的人全部安静下来 错愕地看着陆臣 还以为陆臣疯了呢 不过一想也是 现在的陆臣 虽然本源受损 但觉醒了先天之力 刚才更是一招杀了苏应雪 对付陆恒不难 陆臣的神情一变 他哪敢接啊 陆臣不要胡闹 杨龙冷声说道 气息碾压过去 笼罩陆臣 但陆臣却是浑然不绝 体内流淌着魔神血脉 这点威压 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认真的 既然你们给不了我一个公平 就由我自己来争取 说了的话 我死就死了 正好还能给你们减少麻烦 杨龙怎么会听不出陆臣语气中的讽刺 但他也没有办法 陆恒绝对不能出事 现在陆恒只有气血尽四星的修为 而陆臣竟然是气血尽七星 陆恒完全没有胜算啊 诸位可愿 卖我军部一个面子 杨龙又是赶紧开口 脚步却是向着陆恒挪了一下 将陆恒挡在自己身后 各大院校的人都是沉默不语 低着头 谁都不是傻子 杨龙虽然是镇首使 但代表不了军部 何况这个人情可收不回来 虽然陆臣的本事确实很厉害 又是先天觉醒者 天赋自然是没得说 他们也很心动 但是现在的陆臣 本源受损 是无法修炼的 就算是他有气血尽七星的修为又怎样 在同龄人之中 确实很厉害 但要不了多长时间 等他们进入大学 会很快将陆臣超越 而陆臣呢 还是气血尽七星保持一辈子 这样的人 就算是先天觉醒者又怎样 本源不恢复 那就是一个废物 至于杨龙说的 给陆臣找妖王蜘蛛 纯粹就是放狗屁 小孩子都骗不了 妖王蜘蛛对应着人族的武王 而修炼境界分为气血尽 气海境 宗师境败将境 封侯境武王境 以及更高的境界 杨龙不过是一个封侯境 凭什么去捕获妖王蜘蛛 更别说妖王蜘蛛 只有在深渊中才有 那是异族的领地 武王也不敢说能进去 成功得到一株妖王蜘蛛 杨龙自然也是知道这些 这么说 也不过是为了稳住陆臣而已 等后面怎么做怎么说 还不是他说了算 现无人理会杨龙的面色尴尬 陆臣却是冷笑一声 看了星河大雪眼 陆臣心中很是平 而今他的本源已经恢复 又有系统帮助 就算不进入大学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此 陆臣并不打算暴露自己本人伤势 已经恢复的事情 不然的话 一个先天觉醒者 这些大学的招生半地求着他 哼 既然无人愿意接受陆臣 我青州技校就站出来吧 一个看上去六十来岁的老头站起来 看向陆臣 小娃子可愿意到我青州技校来 青州技校虽然比不上其他大学 但待给你的修炼资源 一点会少你 文言陆臣倒是愣了一下 他现在和一个废物没什么两样 竟然还有人愿意要他 虽然只是一个技巧 凭借上一世的技艺 陆臣很清楚 青州技校一直没能发展起来 因为在技校下方有一条深渊 这些年 青州技校的导师学员 全部在帮助军部 镇守深渊 损失极为惨重 如是换作是其他学院 只怕是早就被打残了 可青州技校却是撑了下来 或许去青州技校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陆臣心中想着 觉醒了魔神系统 需要杀路就能变强 最好的选择就是进入深 冤啊 不然在地面上杀谁去 我愿意陆臣直接答应下来 老头子大笑一声 很是开心 一枚徽章扔给陆臣 以后你就是青州技校的学生了 三天后去报道 陆臣收起徽章点点头 多谢了这份 人请我杨龙记下来 日后定会为他寻来妖王植株 助他恢复伤势 杨龙抱拳说道 呵呵这些话就不必要说了 凭你也想要获得妖王植株 就是木同林也不敢说这大话 老头看了杨龙一眼 没有给他好脸色 我只是单纯的看不惯你们一群人 欺负人家一个孩子 杨龙的神情不好看 但眼下又不能说什么 好了 既然你已经加入院校 这件事就这么过了吧 杨龙看向陆臣 露出一丝笑意说道 陆衡更是得意 看了陆臣一眼 像是在说 你能拿我怎样 要么接受我的生死战挑战 要么废除的学籍 取消他的入学资格 陆臣甚至没有看杨龙一眼 继续说道 害得他本源受损 现在让他去一个技校 就想打他了 陆臣你应该清楚 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你要是再敢胡闹 就不要怪我了 杨龙顿时大怒 没想到陆臣竟然这么冥顽不灵 呵呵呵我在胡闹 可真是搞笑 陆臣冷笑着开口 你们明明能不管我死活 还非要给我找个技巧 可真是大话 话落陆臣没有理会暴怒的杨龙 转而看向陆衡 是男人的 就接受我的挑战 陆衡哪敢接下挑战 神色殷勤不定 怎么陆大人就是这么教到你呢 教出了 你这么一个懦夫软蛋 敢做不敢当玩意 陆臣冷笑 眼中近视不屑 放肆陆大人 其是你能议论的 妄议阵首使 今日不将你拿下 如何维持我军部的威严 杨龙怒斥 抬手就要镇压陆臣 恐怖的气息降临 笼罩陆臣 陆臣也是暴怒 体内的魔神血脉流转加速 一股恐怖的气息 骤然从陆臣体内释放 陆臣眼眸赤红 周身都是魔气 手中的刀颤鸣 下一秒陆臣 竟然直接涨了上去 老子人你很久了 你以为你是谁 随意给我的施舍 还要我感恩戴德 陆臣这一刀 直接斩向杨龙 恐怖的气息释放 足足有三尺的刀芒奔袭过去 一尊魔神虚影 出现在陆臣身后 恐怖无边 杨龙神色惊骇 本想着镇压一个气血镜 他轻而易举就行 可没想到 陆臣竟然敢拔刀砍他 必是大意 赶紧防御 金铁交碰的声音 响起陆臣手中刀碎裂一地 而杨龙的手臂上 也是出现一道 深刻剑骨的伤口 鲜血流出 滴落在地上 好好好竟敢伤我 今日留你不得 杨龙陷入暴怒之中 身为镇守使 平日里谁见了他 不是恭恭敬敬的 可是有人竟敢这么顶撞他 更是伤到他 被一个气血镜的小子 伤到 传出去他这个镇守使 还怎么干 正愁着 不知道后面 要怎么处理陆臣的事情 既然这小子冥完不灵 那就直接将他处理了 以绝后患 杨龙风猴静的修为 毫无保留的释放 向着陆臣便是攻击过来 陆臣眼中竟是血红 一拳怒砸上去 却是被一股力量拦住 将他的身体直接挪开 助手下一秒 青州技校的老头 便是站出来 挡下杨龙的功 击他 已经是我青州技校的学生 轮不到你来处置 出乎陆臣意外的 这家伙竟然站出来绑他 不知为何 陆臣的心中 竟是有些感动 叶不疼娘不爱 流浪十几年 被接回陆家后 却是被处处针对 不受待见 从未有人关心过他 更没有人这般保护他 苏木你给我让开 这不是你能抗下的事情 杨龙力声呵斥 风猴静的气息释放 可苏木确实没有让开 同样属于风猴静的气息释放 两股力量对峙着 都给我助手 下一秒 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降临 强硬的将两人阵退回去 更为恐怖的气息弥漫开来 精力旺盛 就给我滚下去 深渊在这里丢人现眼 一道魁梧的黑衣身影 出现在场中 超过风猴静的强大气息释放 压迫的无人敢说话 统领杨龙在看清楚来人之后 赶紧抱拳行礼 恭敬地说道 木统领 你军部的人 就是这般做事的 以大欺小 仗势欺人 相反苏木 没有半点要行礼的意思 反倒是直接质问 来的人正是青州城的统领 八大镇首使之上的木统领 许久未曾出来 没想到刚出来 竟然就让我 遇见一个不错的苗子 又是一道倾笑声传来 接着 一个中年男子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场中 见过玉天王 木统领虽然是武王 但也是赶紧行礼 因为眼前这人 可是玉天王最顶尖的武王 毫不夸张地说 玉天王能轻易打死他这种武王 十几个玉天王 没有理会木统领 而是看向陆臣 眼中带着笑意 小家伙胆子挺肥啊 敢对青州城镇首使动手 不过这皮切 我很喜欢 玉天王倾笑一声 看着陆臣 没人能给我公平 那我只能自己争取 陆臣丝毫不拒 淡淡回答道 闻言玉天王笑道 更是大声不错 很对我脾气 不服干就完了 管他是哪个王八犊子 听到这话 阳龙的神色微微一变 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陆臣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陆臣 皱了皱眉 随即开口本源受损 无法修炼 倒是有些麻烦 不过也不算是 我可以给你寻来一株妖王植株 祝你恢复伤势 一个先天觉醒者 完全值得 闻言不仅是陆臣和苏木 就是木统领都愣了一下 没想到 玉天王对陆臣的评价 竟然这么高 这么看中陆臣 有玉天王出手 想要得到一株妖王植株 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 也就是说 陆臣有望恢复本源伤势 一旦本源伤势恢复 一个先天觉醒者的价值 无可估量 日后的成就 必定是天王之上 甚至称尊陆圣 小家伙可愿拜我为师 当玉天王的声音落下 整个舞蹈广场上都安静下来 玉天王竟然想要收录成为徒弟 要知道 那可是玉天王啊 最顶尖的舞王 就是木统领这样镇守一方的舞王 见了也得行礼的大佬存在 在尊者不出的年代 天王就是最顶尖的存在 当这话响起后 无数道目光落在陆臣身上 有羡慕与嫉妒 一个个的眼神 都是发生了变化 那些舞蹈大学招生办的人 更是神情名众 接着便是直接开口陆臣 我北府大学愿意录取你 并给予你最好的修炼资源 给你配备舞王导师指导 陆臣我是燕北大学招生办 那只要你愿意来 我燕北大学 条件你随便开 区区二流大学而已 我京都大学可是一流名校 舞王导师十几个 只要你愿意来 各种条件随便你开 陆臣 我承认 刚才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 才取消了你的入学资格 但现在误会解除了 你确实是被陷害的 所以刚才的决定作废 你依旧是我星河大学的学生 顿时间 这就是现实啊 他们看中的是陆臣吗 不 他们看中的是 先天觉醒者这个身份 看中的是御天王弟子这个身份 小家伙遵从你内心的选择吧 青州技校确实不如他们 出乎意料的是 苏木竟然这般说道 要是陆臣选择别的院校 他不会怪陆臣 我既然已经入了青州技校 就不会再做出改变 生是青州技校的人 死是青州技校的鬼 陆臣想都没有想 便是说道 随后又是看向御天王 多谢御天王好意 但我这人独来独往惯了 卧槽这小子莫不是疯了吧 拒绝各大一流院校 拒绝败御天王为师 他一定是疯了 马的人比人气死人 老子还在担心 不会被录取 他已经有这么多院校来争抢了 关键是 他还全都给拒绝了 这感觉就像是你追了许久 只敢远观不敢进完的女神 现在竟然在给别人当舔狗 周围的考生已经被惊呆了 羡慕不已 陆衡更是无比的嫉妒 脸色都扭曲了起来 凭什么陆臣都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还有能站起来 臭小子太被我胃口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 御天王似乎更加开心了 直接搂住陆臣的肩膀 小子你很像我 既然不愿意拜我为师 那我俩就此结为异性兄弟 陆臣直接猛逼了 这是几个意思 周围的人更是惊呆了 牧统领都一脸猛逼的看着御天王 又看了看陆臣 阳龙站在后面 听到这话 已经开始汗流加倍了 阳龙人都妈了 先是牧统领出来 他有些紧张 可接着就是御天王亲自前来 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接着就听到 御天王要说陆臣为弟子的话 要是陆臣真的成为御天王弟子 追究这件事情 他也难逃其咎 但没想到的是 陆臣竟然拒绝了 他的心又放松了下来 甚至还暗骂了陆臣一句傻逼 可谁又能想到 紧接着 御天王就要和陆臣结拜 他这个心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玄泽的心终于还是死了 你不说话 我可就当你答应了 哈哈 御天王搂着陆臣 根本就不给陆臣拒绝 陆臣也愣住了 这个御天王的路子 好像有点野 但想想 有一个天王大哥撑腰 似乎也挺不错 接着陆臣又是看向陆恒 陆恒的眼中 充满了嫉妒和愤怒 他本以为这一次 能弄死陆臣 让陆臣永世不得翻身 这样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没想到 非但没有弄死陆臣 反倒是让自己陷入两难的地 废物可敢与我一战 生死各安天命 陆臣说道 逼得陆恒无话可说 杨龙也不敢再说什么 只能站在后面 陆统领皱了皱眉 也是选择闭嘴 陷害同学 害得人家本源受损 无法修炼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吧 御天王在简单了结后 开口说道 一旁文部部长 哪还敢说什么 赶紧上前一步 开口道 陆恒陷害同学 情节严重 经决定废除陆恒学籍 取消他一切入学资格 终生不得踏入大学修炼 文言陆恒呆愣住 随即愿读地看向陆臣 这一切都怪陆臣 他都已经被星河大学录取了 现在竟然被废除学籍了 终生不得踏入大学修炼 经星河大学决定 陆恒为人不端正 行事卑鄙 现开除陆恒大学学籍 取消入学资格 星河大学也是 赶紧说道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单纯地 想要巴结陆臣而已 现在的陆臣 完全值得他们这样做 陆恒一瞬间 像是苍老了好几岁 人都尾米下去 可陆臣却是觉得不够 他被害得本源受损 不能修炼 而陆恒却只是被开除学籍 依旧能修炼 陆臣正要说话 却见陆恒 竟然突然跪在自己面前 哥我错了 我不该陷害你 我一时糊涂才犯了错 希望你能原谅我 回去找父亲认错 让他将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全部还你 陆恒跪在陆臣面前 一副真心悔过的样子 这一声歌 直接让所有人都傻眼了 什么意思哥 陆恒怎么叫陆臣哥啊 他俩是兄弟 这也不像啊 而且 陆恒在学校 不是一直在霸凌陆臣吗 没听说陆大人有两个儿子 卧槽 这个信息量有点大 别说是那些学员 就是导师们 也全都傻眼了 陆臣是陆恒的哥哥 可是在陆臣的信息档案上 明明写的陆臣是孤儿啊 陆臣有些意外 但下一秒 陆恒神色 骤遍手中直接出现一柄匕首 向着陆臣狠狠地刺 去死吧 你这个爹不疼娘 不爱的废物 陆恒嘶吼着杀上来 一旁的人还没有回过神来 但陆臣却是瞬间反应过来 一拳怒砸上去 魔器滚滚 将陆恒打飞出去 大口吐血 他就知道陆恒不是什么好东西 陆臣这一切都怪你 都怪你陆恒像是疯魔了 嘶吼着你 都被抛弃了 在外流浪 你怎么不死在外面 你为什么还要活着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明明我都这么针对你了 你为什么还不愿意走 你为什么非要和我抢父母 陆恒的话信息量极大 陆臣却是面无表情 所以 这就是你一直针对我的原因 陆臣顿了一下问道 随即又是倾笑一声 无所谓了 你还是去死吧 陆臣眼中带着心红 魔器滚滚 全都怒砸上去 直接将陆恒的胸骨打碎 将之打飞出去 大口的咳血 眼神都开始涣散 确实没有人敢上前阻拦 杨龙有心 但是没有这个胆子 他也只能在心中 怒骂陆恒这个脑残 陆臣都没准备动手了 你非要偷袭暗算人家 这不是纯纯的找死吗 关键是你也打不过人家 陆恒躺在地上 嘴里不断的流血 眼神却是无比的怨对 看向陆臣 你敢杀我 父亲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陆家的承认 你以为我还在乎吗 陆臣反问 眼中只有无尽的冷卧 上一世的陆臣 就是太过于渴望亲情 渴望被父母关注 因此才会百般忍让 可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到死路阵员都没有看他眼 你抢走了本 该属于我的一切 享受了这么多年 也该结束了 陆臣抬手就要打死陆恒 可一刀怒喝声顿时传来 一股强大的力量席卷而来 直接将陆臣震退回去 陆臣脸色平静 心中讥笑 果然他还是来了 不是因为他被诬陷 本源受损 而是因为他的宝贝儿子要死了 父亲救我 陆恒顿时大喊起来 鲜血不住的从嘴里流出来 陆臣我给你脸了是吧 陆喝声传来 陆恒面前 见陆恒躺在地上 胸骨碎裂 内脏都被伤到 要不是陆恒穿着他 送的贴身护甲 怕是已经死了 小恒你别说话 我来了 陆振元脸色明显的慌张 赶紧拿出一枚丹药 给陆恒喂下去 又亲自运转力量 为陆恒稳住伤势 小恒你这是怎么了 紧接着陆恒母亲 陈雪岚也是赶来 见状瞬间红了眼 急切地询问 是谁打伤了我弟弟 给我站出来 陆卿先也是跟着赶来 瞬间大怒 质问到陆辰轻笑一声 眼中带着一些嘲笑 一家人都到齐了 但他好像一个外人 自始至终没有人关心过他 甚至没有人看见他 父亲母亲 你们不要怪哥哥 都怪我说我惹哥哥不开心了 他才会对我动手 陆恒虚弱的出声 像是下一秒就要死了 你们不要怪哥哥 陆恒虚弱的说道 陆辰却是轻笑一声 多么熟悉的场面 每一次他嫁祸给陆辰的时候 都是这样 陆辰都已经习惯 以前的这个时候 他都会赶紧解释 但现在陆辰确实觉得没必要 就算是解释了 他们也不会听的 陆辰你要干什么 你凭什么 打小猴陆青仙 瞬间就怒了 红卓也怒气冲冲上来 抬手就要打陆辰 陆辰抬手直接捏住陆青仙的手 反而你还敢拦我 是不是不想活了 陆青仙彻底怒了 以前陆辰哪敢还手 甚至被骂都不敢还嘴他 陆青仙话音刚落 一个巴掌就落在他的脸上 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陆青仙直接猛逼了 被你打了三年 这一巴掌就当是还你的了 陆辰心中最后的一点希望 都已经破灭了 他只想逃离这个所谓的家 你敢打我 陆青先向炸毛的狮子扑上来 气血释放 赫然是气海静五星的修为 手中一柄寒光闪闪的剑刺上来 出手就是杀招 没有一点留情 陆辰脸色微微一变 周身魔气滚滚 黄豹的力量砸上去 竟是将陆青先震退好几步 陆青先愣住了 从未想过陆辰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而且陆辰的修为 竟然已经达到了气血净七星 以前从未关注过陆辰 没想到 他竟然已经这么强了 反了你了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为什么眼中就容不下小恒 陈雪兰哭红了眼 上来指着陆辰就骂 我知道你心中有气道 我和你父亲都已经把你接回来了 你还要怎样 小恒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但在陆家待的时间比你要长 你为什么就不能大度一点 你眼里为什么就容不下他 陈雪兰哭着指责陆辰 陆辰却是笑 是他容不下陆恒吗 不是是陆恒容不下他 他怎么说 也算是你的弟弟 怎么就这么狠心 将他打成这样 多么幸福的一家人了 只可惜 我才好像是那个外人 陆辰自嘲一笑 你们来又问过我一句吗 又问过我原因吗 为什么在你们眼中 我做什么都不对 什么都是我的错 这个问题 是上一世陆辰死的时候 都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陈雪兰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陆生说道 小恒这么乖 从不会惹我们生气 反倒是你在外流浪这么多年 沾惹了一身世景之气 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混在一起 跟个流氓一样 是我想要在外流浪吗 是我想要吃了 上顿没下顿 在外面和流浪汉抢桥洞中吗 生了我又不愿意养我 你们干嘛还要生我 陆辰近乎咆哮出声 眼睛变得更加赤红 周身都是滚滚的魔气 你说你们要镇守深渊 抵挡一族 我理解 那为什么击退一族后 你们未曾来找过我 反而是领养了 这也准来代替我 既然让这里也准来代替我 你们又为什么要把我找回来 找回来又为什么 不管不待见我 陆辰将心中的怒火 全部撒出来 竟是有种舒坦的感觉 周围的人已经彻底傻眼了 这个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陆衡原来不是陆振元的儿子 而是杨子 陆辰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是和陆辰一个学校的人都知道 在学校里 陆衡日常霸凌陆辰啊 倒反天当啊 杨子霸凌嫡子 不过看陆辰父母这样 他们似乎就明白了 为什么陆衡敢这么肆无忌惮 陈雪兰语色 竟是不知道如何反驳 倒嘴的话却是说不出来 陆辰的说的 他真的没有办法反驳 放肆我才几天 没有管教你 你就敢这么和我们说话了 陆振元已 经稳住陆衡的伤势 站起身 当即怒吼 现在 立刻马上给小衡道歉 滚回去自己关禁闭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出来丢人现眼 陆振元怒气冲冲地说道 陆辰的身份已经暴露 这个模样 简直是在丢他的脸 丢他这个镇手使的脸面 父亲你们不要怪哥哥 我本来就只是 你们的养子 占据了本该属于哥哥的一切 他心中 有怨气也是正常 别怪我待在父亲母亲身边太久了 舍不得你们 或许在哥哥回来的时候 就该离开陆家了 陆恒说着 竟是流出了眼泪 更是给陆清仙和陈雪兰心疼不已 哥哥 你不要因为我和父亲生气了 父亲镇手深渊 抵挡一族已经很累了 不要因为我伤了父亲的心 算我求你了 我可以不去上大学 我知道 这是我欠你的 我现在就走 我现在就走 见此一幕 陈雪兰和陆清仙 心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赶紧拉住虚弱的陆恒 哭着说道 不 你不能走 要走也是他走 就是我只有你一个弟弟 他算了什么玩意 陆清仙也是赶紧说道 陆晨确实忍不住笑起来 陆恒的演技倒是越来越好了 周围的人全部目瞪口呆 就是木统领和御天王 他们都要相信陆恒了 好家伙我是真的服了 这他们不是纯纯死绿茶吗 我乐得乖乖 我的三官都要被颠覆了 亲生儿子不管不顾 对养子宠爱有加 要是我早他妈下药 全家一起死了 他妈突然好心疼陆晨吗 议论声响起 但陆振元却像是 没有听见一样瞪着陆晨 逆子 还要怎样才甘心 你非要逼死小恒才甘心吗 得知陆恒考上星河大学 却因为陆晨控诉 被取消了资格 陆振元恨不得一巴掌拍死陆晨 赶紧撤回你的控诉 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你再给小恒道个歉 我可以既往不救 并且向青州城宣布 承认你的身份 所以 你是在失守我吗 陆晨笑了 满是嘲讽 你以为我愿意做你的儿子 你以为我愿意做你的儿子吗 陆晨自嘲一笑 眼中带着无尽的失望 最后的一顶点希望 都已经彻底破灭了 在他们眼中 永远都只有陆航 逆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陆振元恼 撤诉给小恒道歉 我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你依旧是我的儿子 呵呵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控诉他吗 陆晨反倒是平静下来 他真的看透了你心爱的儿子 诬陷我无考作弊 陷害我 害得我本源受损 无法修炼 我的五道之路被他断送 你说我 为什么要控诉他 听到陆晨的话 陆振元也是愣住 陈雪岚一样是傻眼 他们还真不知道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不由地看向陆恒 陆恒一脸虚弱的样子 眼泪不住地流下 父亲母亲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陆振元嘴唇动了动 虽然他不喜欢陆晨 但也知道 对于一个舞者来说 本源受损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 一旁杨龙也是看了过来 和陆振元眼神对视了一下 小恒是你的弟弟 他就是不小心的 你当哥哥的 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陆振元说道 语气没有刚才那么的激烈 我知道这件事 是小恒对不起你做错了 但要不是你 一直针对他 他也不会这么做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又何必还要葬送了 小恒的舞蹈之路 让他也不能去大学修炼 撤诉吧 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我会给你补偿的 小恒不能不去大学修炼 陆振元的话想起后 周围的人都皱起眉头 偏心的父母 他们不是没有见过 但这么偏心的他们 还是第一次见到 天王都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一时间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陆振元却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 陆振元的心彻底寒了 够了我再说一遍 现在就撤诉 我也不要 你给小恒道歉了 他已经心平气和地说了 会给陆辰补偿 陆辰还要怎样 哈哈哈哈补偿 我去 你的补偿 陆辰不怒返笑 赤红的眼眸看向陆振元 周身滔天的魔气转动着 你有什么资格 白指责我 我胡闹感情 我就活该承受这一切 我本源受损 无法修炼 在你们眼中 也不抵你们的养子 不能去大学 我连为自己争取一个公平的结果 都不配了吗 现在嫌我丢脸 那你们干嘛要生我 生而不养 你又有什么资格 白指责我 这个世界上 谁都有权利说我不对 说我做错了 但你们不配 也没有这个资格 陆辰怒斥 积压在心中怒气 怨气爆发出来 体内流淌的魔神血脉加速 像是感受到宿主的情绪波动 而变得无比兴奋 那滔天的魔气 就是让玉 天王都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陆辰这到底是觉醒了什么 先天之力 竟然这般苦 若是让他成长起来 那还得了 够了你这个孽障 我看我就是属于对你的管教 一点做哥哥的样子 竟然嫉妒到你弟弟头上 没有半点做儿子的样子 竟然敢公然指责起我来 陆振云不觉得自己做错 他只觉得 自己被陆辰这么指责 很没有面子 更别说是当着这么这么多人的面 一旁的杨龙还想说什么 但动了动嘴 又是选择闭嘴 关键是他也没想到 陆辰竟然才是陆振云的亲儿子 但陆振云这家伙 就好像脑子里缺了点什么 竟然对亲儿子不管不顾 对一个杨仔 反倒是这么上心 这样就算了 关键是 现在的陆辰觉醒了先天之力 是先天觉醒者啊 而且御天王这般看中陆辰 不惜与之结败为兄弟 这都要说陆辰丢脸 那这个世界上 谁还有脸 我不管你怎样 现在就撤诉 然后滚回去关禁闭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出来 陆辰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陆振云 陆恒的眼中 却满是得意之色 他就知道 陆振云绝对不会放过陆辰的 你是先天觉醒者又怎样 是御天王的结败兄弟又怎样 在父亲眼中 你只是一个不受待见的玩意 甚至不想见到 不可能陆辰吐出三个字 陆振云瞬间大怒 气息滚滚 向着陆辰碾压过去 不愿意 那我就打断你 愿意我还管教不了你了 话落陆振云便是要动手 一巴掌抽了过来 却是被一只铁钳一般的手给 捏住够了 陆振云你过了 木桶领栏下陆振云后 开口声音有些冰茫 要只是陆振云的家事也就算了 现在陆辰是玉天王的结败兄弟 而且 这特么谁看不出来是陆振云偏心 这偏心偏的都无法形容啊 他们一个人 陆人看了都觉得离谱 觉得陆振云实在是太过分了 红领这是我的家事 陆振云没有想到 木桶领竟然会出手阻拦 心中更是恼怒 只怕是因为陆辰 导致他在木桶领的心中 都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我管教无方 教导出这样的逆子 让统领见笑 这逆子早年在外流浪 沾染了一身恶习 后被找回来 更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整日仗势欺人 刻意针对小恒 小恒这孩子 从父母双亡 缺少父母的爱 又被他整日欺负 难免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但没想到 这逆子竟然不依不饶 听到陆振云的话 周围的人都是愣住 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说什么 感情你还知道 从小无父无母的人 内心缺爱啊 你的亲生儿子 在外流浪这么多年 和流浪汉抢势 感情你是一点不关心啊 陆晨什么时候欺负过陆恒啊 我是他同学 谁不知道 陆恒是妥妥的二代孤子弟 整日仗势欺人 在陆晨来了之后 更是整日欺负陆晨 带头霸凌他 就是第一中学的人 谁不知道 陆恒是个什么玩意 都快混成青州城的恶霸 周围的人看不下去 开始出声说道 谁不知道 陆恒是你陆大人的儿子 平日里在学校谁敢欺负他 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 被他欺负了谁 敢说什么 但凡谁敢反抗 陆恒就直接搬出陆家护卫 谁敢得罪陆家 我都见到多少次陆恒 欺负陆恒了 要我是陆恒 早就弄死陆恒一了百了了 反倒是陆恒 不仅学习成绩好 为人谦和 陆恒和他相比 那都是侮辱了陆恒 周围第一五到中学的学生 实在看不下去了 要不是碍于陆振元的身份 怕是早就联合弄死陆恒了 现在看到陆振元 竟然这么偏心陆恒 反而觉得 陆臣才是那个仗势欺人的家伙 他们终于还是忍不住 为陆臣发声 陆正元愣了一下 没想到自己话都没有说完 竟然就有人反驳过来 确实陆大人 你要想管教 不如好好管教一下陆恒 第一五到中学的人 谁不知道陆恒的为人有多么可 顶撞老师 殴打同学 欺负陆臣 甚至连老师都敢打 多少次学校的老师 去找你 都被陆家的管家给打了回去 这一次 开口的是第一五到中学的导师陆正元 已经傻眼了 呆愣在原地 一时间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一直以来 陆恒在他们面前 都是乖巧懂事的样子 反倒是陆臣 仗势欺人 怎么到了外面 全部都反过来了 陆大人 我是陆恒和陆臣的班主任 我去找过你很多次 但你的管家 说你公务繁忙 都没能见到 本来现在他们已经毕业了 我不该再说什么 但是见到这一幕 我觉得 我还是该站出来 亲自和你说一下 陆恒子入学到现在 整日在学校殴打同学 欺负别人 顶撞老师 和校外的混混流氓 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处分都已经受了好 几个要不是因为你的身份 以他的行为 早就被开除了 反而陆臣学习上进努力 为人谦和 听到班主任的话 陆振元整个人都愣住了 陈雪兰也是有些傻眼包拙 陆恒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父亲母亲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都是哥哥冤枉我 哥哥买通了他们 陆恒急了 没有想到这些人 竟然会主动说出事情 一旦他这些事情 被陆振元知道 可就麻烦了 陆振没有说话 他对陆架已经彻底寒心 这些东西 他已经不想解释 只想远离陆架 为自己而活 只是没想到 他的同学和老师 竟然会站出来为他说话 不可能这不可能 陆振元还是不愿意相信 抬起头看着陆臣 陆臣面无表情 已经无所谓了 陆振元神情扭曲 怒声开口 就算你弟弟欺负你 也是你自作自受 一个巴掌拍不响 要是你不去招惹你弟弟 他怎么会欺负你 归根到底 还是你的错 接着做哥哥的 什么时候尽到了 做哥哥的责任 小恒这么乖巧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 来欺负你 苍蝇还不钉无缝地淡 陆振元转说道 这话直接让所有人 都傻眼了 这真的是一个 做父亲的人 能说出来的话 陆臣却是早就习惯了 想清楚这些之后 陆臣的心中 已经毫无波澜 甚至觉得有些通透的感觉 这位一切都是你的错 你立刻撤诉 恢复小恒的学籍 然后回去面敏 不然我就将你这个 丢人现眼的玩意 逐出陆甲 就当我从未生过你这个儿子 陆振元说着 瞪着陆臣 他不觉得是陆衡的错 一个巴掌派 不想要不是陆臣 先招惹陆衡 陆衡又怎么会去欺负陆臣呢 文言陆臣忍不住笑了出来 逐出陆甲 你真以为我愿意在陆甲 愿意做你的儿子 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你的儿子 陆臣反问 随后冷笑一声 又是开口 不用你主 我出陆甲 我自己走 你的这一身血脉 我还给你 自此之后 我和陆甲 和你陆振元再无任何关系 陆臣很平静 开口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可说完后 心中却是有种解脱的感觉 修为都增长一些 我倒要看看 没有陆甲 没有我 你能混出一个什么样子来 到时候可不要来求我 陆振元怒气冲冲地说道 本想用这样的方式 逼迫陆臣服软 可没想到 陆臣竟然要跟他硬刚 他难道不要面子吗 身为青州城镇首使之一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难道他还能认错不成 只要陆臣服软 这件事 他都不准备追究了 就当是他错了 可陆臣竟然一点面子 不给 陆臣没有说话 缓缓闭上眼 周身磨气更加浓郁 一股更为恐怖的气息蔓延 木统领和御天王神色都是一变 下一刻陆臣骤然睁眼 眼中带着无尽的磨气 像是没有感情一样 他的胸口直接爆出一团血污 接着是双臂双腿 全部炸开一道伤口 鲜血不断流淌出来 瞬间就染红了地面 陆臣骤然傻眼愣住 没想到陆臣竟然来真的 他心中究竟有多绝望 承受了多少怨气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没等陆臣骤然反应过来 陆臣胸口处一道血光雕射出来 一团精血 悬浮在陆臣骤然面前 来自血脉的悸动 让陆臣骤然浑身难受 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捏住 喘不过气来 陆臣骤下意识地伸出手 接住这一团悬浮着的精血 张了张嘴 可到嘴的话 竟是一句都说不出来 陈雪兰和陆清仙也是愣住 捂着嘴说不出话来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最后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陆臣既然甘愿剥离自己的血脉 精血血脉 精血被剥离 那才是真的无法恢复 比本源受损还要严重千百倍 这辈子我们有缘无分 要是还有下辈子 我再也不要做你们的儿子 陆臣虚弱地坐在地上 伤口还在流血 说出最后一句话 检测宿主 洗去自身斑驳血脉 提升魔神血脉纯洁度 血脉之力升级中 系统的声音随之响起 滔天的魔气从陆臣身上释放 一缕缕恐怖的气息开始蔓延 陆振元站在原地愣住 看着手上的这一团精血 不知所措 嘴唇动了动 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而陆臣坐在地上 玉天王在第一时间来到陆臣身边 强大的气息笼罩陆臣 运转力量为陆臣治疗伤势 此刻的陆臣脸色惨白如指 陆臣体内却是感受到一股强大的 无可匹敌的力量 在陆臣体内飞速流转 治疗着陆臣的伤势 健壮 玉天王又是拿出一枚恢复气血的丹药 给陆臣微服下去 这才站起身来 一旁的人错愕地看着陆臣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更有女生直接忍不住落泪 他们都认识陆臣 知道陆臣是一个子 样的人可知道现在他们才知道 原来陆臣竟然是陆正元的儿子 出生在这么一个冷漠的家庭中 父母偏心已经到了一种极端的底部 明明这一切都是陆衡的错 可却要陆臣来承担 现在更是逼得陆臣自费血脉 和陆家断绝关系 可明明陆臣是先天觉醒者 明明玉天王已经答应 要给陆臣寻来妖王植株 恢复本人伤势 明明陆臣前途不可限量 一片光明 谁又能想到 陆臣最后竟然被自己的亲生父母 逼得自费血脉 断绝了五道之路 血脉被废 这是比本源受损更为严重 千百倍的伤势 无可恢复啊 陆振元你根本就是这么做父亲的 古毒上部狮子啊 欲天王暴墓 墓自欲裂 恐怖的气息铺天盖地碾压过去 让陆振元承受不住 直接后退好几步 吐出一大口血 陆衡躺在地上 见此一幕 心中激动不已 没想到他社局 没能弄飞陆臣这个废物 竟然自己 把自己给搞废 陆振元死死看着手中的那一团精血 心中说不出的难受 自身的血脉在悸动 像是被悲鸣 陆振元想不明白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身为青州城镇首使 当年陆臣出生不久 便是遇上一族大肆进攻 他只能将陆臣寄养外带 一族被打退 他回来找陆臣的时候 却发现 当年寄养陆臣的那一家人 已经死了 他以为陆臣也死了 悲痛交加之下 他和陈雪兰领养了一个孩子 也就是陆衡 将他当作自己的孩子 来培养 可直到三年前 他才发现 陆臣竟然没有死 这才将陆臣接回家 来但他公务繁忙 没有时间管教陆臣 他是没有过多的关心陆臣 可陆臣是他儿子 难道不应该理解他吗 陈雪兰先是愣了一下 来到陆振元身边 看到那一团精血后 整个人身子都在颤抖 血脉于心 这是他生下来的血肉 这才是他的亲生儿子 可现在 他们竟然逼得陆臣自费血脉 他无法想象 陆臣心中究竟隐藏着多大的怨恨 对他们是有多失望 然而陈雪兰眼泪瞬间流出来 哭喊着扑了上去 直到现在 他才猛地醒悟 陆臣才是他的亲生儿子 陆臣才是 从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这些年 他将陆恒当作是亲生儿子培养 可陆臣回来后 他竟然担心陆恒会多想 更加疼爱陆恒 疏忽了陆臣三年 整整三年的时间 他对陆臣不管不顾 却对陆恒宠爱有加 那句下辈子 我再也不想做你们的儿子 一直在他耳边萦绕 像是一根根尖刺 狠狠地刺进他的心中 究竟是对他们多么失望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陈雪兰扑了上去 想要抱住陆臣 但却被御天王给拦住 御天王知道 陆臣体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恢复他的身体 但现在 陆臣需要静静地恢复 让开你给我让开 我要看到我的儿子 我要带他去治疗 你让开啊 陈雪兰哭喊着 心中无比地难受 他真的后悔了 但已经无济于事 但是 御天王恐怖的威压之下 他难以前进分毫 活着的时候 不见你们对他好 现在哭给谁看 御天王心中也是憋着火气 本不该他来管 但他也是 真的看不下去 怎么说 陆臣现在 也是他的结拜兄弟 陆振元没有说话 整个人像是呆了傻了 站在那里 看着手中的精血 却是看到那一团精血 在缓缓地消散 他想要阻止 想要将这团精血 打回陆臣体内 治好陆臣 但没等他将精血 拿到陆臣面前 便是已经彻底地消散了 陆振元顿住了脚步 整个人像是在一瞬间 苍老了十几岁 甚至出现了白头发 抬起 眼看像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陆臣 陆振元嘴唇颤动着 想要说话 却是说不出一句话 陆青先站在一旁的嘴 眼泪流出来 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陆恒见状不妙 还想做妖 虚弱地出生 想要刷存在感 可却是没有人理会他 狗东西哪来的野种 这尼马畜生 却占纠巢 不知廉耻 还逼得陆臣自费血脉 人渣陆家养你 你现在的一切 不知感恩也就算了 还整天欺负霸凌陆臣 你特么哪来的脸啊 狗日的玩意 老子还真以为 你是陆家的少爷 也就算了 一个养子不知廉耻 和你这种人渣 混在一起 老子觉得恶心 周围的各种怒骂声传来 陆恒被骂得不知所措 昔日对他点头哈腰的兄弟 也在唾弃他 似乎除了对他的辱骂 没有人理会他 所有人都看向陆臣 心中惋惜悲痛 明明属于他的人生 才刚开始 他璀璨的人生 才刚开始 却如同烟火 一瞬间的璀璨后凋零 玉天王没有说话 直接守护在陆臣身边 周牧也是站出来 挡在陆臣身边 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 红着眼眼中带着泪水 你们但凡 能给他一点关心呢 怕只是一点点 他也不至于这样 陆臣坐在地上 他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体内的魔神血脉 快的速度恢复 身躯也再度变得饱满红润起来 丝丝缕缕的魔气 还着周身 无可匹敌的狂暴气息 释放出来 天地失色 哪怕是玉天王这样的强者 都感到了星际 这是一种何等恐怖的力量 狂暴令人星际的气息释放 魔气滚滚 陆臣站起身 滔天的魔气直冲云霄 天地失色 风起云涌 陆臣骤然睁开眸子 眸子竟是变成一片漆黑 好像没有眼白 一般的恐怖 带着吞噬的力量 恭喜宿主 魔神血脉已升级成功 纯净度百分百 检测宿主自费血脉之力 手段残忍粗暴 直接额外奖励宿主 嗜血魔区 可吞噬对方血脉 提升修为 系统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陆臣便是感到身躯 一阵火热滚烫 像是被火烧一般在涅槃 无尽的魔气和血气 包围住陆臣 没有人能看清楚 里面发生了什么 只能感受到 里面那令人心计的气息 在不断地变强 欲天王神色惊骇 都是感到心计 陆臣这究竟是觉醒了什么 先天之力竟然这么恐怖 霸道在陆臣自费血脉之后 竟然生成了一种 更为恐怖霸道的血脉 半个小时之后 恐怖的魔气已经消失 血气消散 陆臣站在原地 毛子已经恢复了正常 但此刻他的身躯 已经变成了嗜血魔躯 体内流淌的是 百分百纯净的魔神血脉 修为也长到了 气血进八形 那一股恐怖的威压倒是消失了 但谁都看出来现 在的陆臣比刚才更为强大 欲天王错愕地看住陆臣 他竟是感到 陆臣的本源伤势已经恢复了 这是怎么回事 请宿主吞噬一千血石 滋养嗜血魔躯 完成后可获得魔神之心 系统声音响起后 陆臣愣了一下 随即轻笑一声 看来还得赶紧去青州计笑 早点进入深渊才行 杀路就能变强 现在又给他发布了任务 一千血石 总不能让陆臣在青州城杀人吧 怕是下一秒就要被镇压了 所以最好的选择 就是青州计笑 看来自己的选择还真没错啊 不过在这之前 还有一件事 陈雪兰刚要出生 陆臣已经化作一道残影 速度极快 瞬息间就出现在陆恒面前 陆恒神色惊恐 就被陆臣直接提起来 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究竟能不能拍响 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陆臣一个接一个的巴掌 狠狠地抽在陆恒脸上 声音叠体有多响了 陆恒都被打成了傻逼 发不出声音 剑装陆振元和陈雪兰 竟然没有阻拦 陆臣有些意外 刚下魔神血脉升级中 他并没有听到陈雪兰的声音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陆臣可不管这些 抬手直接施展搜魂术 一道血色光幕出现 紧接着陆恒的记忆 就被提取出来 投放在光幕上 见此一幕 陆振元和陈雪兰 都是被吓到 是什么手段 可紧接着 他们就便是明白 光幕上市的陆恒的记 上面是陆恒这三年来 对陆臣的霸凌 各种的欺负和栽赃陷害 怎么栽赃的陆臣 又是怎么针对陆臣 以及在没人的时候 是怎么谋划取代 陆振元镇首使的位置 陆恒神志不清 连挣扎都做不到 陆振元和陈雪兰 死死地看着光幕 心中无比震撼 又是心痛 原来一直以来 他们才是小丑 被蒙骗 却一直误会了陆臣 想到这里 他们更是心痛 心中充满了悔意 愧疚亏欠 各种情绪交织 让他们傻在原地 尽是不知所措 这就是你们的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就是你们的宝贝儿子 陆臣讥讽一笑 随后手上用力 直接捏碎了陆恒的脑袋 如同刚才捏碎 苏胤雪的脑袋一样 陆恒的尸体 缓缓倒下 然后直接变得干瘪 因为他的血脉 被陆臣吞噬 姓名陆臣 修为气血镜八星技能 搜魂术体质魔神 血脉 嗜血魔区杀陆之九任务 吞噬一千血石 完成度一千年一月 虚无的面板 突然出现在陆臣眼前 陆臣愣了一下 随即轻笑一声 他的修为 已经到了气血镜八星 这个修为 在这个年纪 放眼整个华夏 有没有几个人杀了陆恒 陆臣的心中终于舒坦了 上一世极度渴望亲情 却落得一个 不得好死的下场 这一世 他只想为自己而活 已经还给了陆正元 陆陈血脉精血 这一世 他和陆家将再无关系 这一世 他要走上舞蹈巅峰 成就魔神之位 念头通达 陆臣呼出一口气 看向陆正元 确实发现 陆正元好像苍老了十几岁 但陆臣心中 确实没有太大的感觉 陆家血脉我 已经还你 自此之后 我和陆家再无半点关系 陆臣声音如雷 在舞蹈广场响起 这样的话 确实没有人指责陆臣 反倒是觉得 陆臣早就该这样 这是陆正元 自作自受 陆正元精气神 都一下子为你了 倒嘴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来 他后悔吗 他真的后悔了 但是他是青州城的镇守使 身居高位 又怎能向陆臣低头 你确定许久 陆正元才吐出两个字 又是说道 没有陆家你和来修炼资源 你依靠什么来活 你去一个技校 又没有什么出息 陆正元本意是想劝陆臣回来 可倒嘴的话 却是变了味道 陆臣轻笑一声 觉得可笑 真的很可笑 是在威胁我吗 你觉得 我离开陆家就活不下去了吗 陆臣轻笑着开口 当年我没有陆家 年纪上又也能活下来 现在没有陆家 我一样能活 至于资源 我想有我的天赋 我去哪 都有人愿意支持我吧 陆正元不明白 陆臣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皱了皱眉 但接着就听到玉天王开口 陆臣的修炼资源我会提供 并且 我会亲自指导陆臣修炼 这话一出 陆正元错愕不已 自然是认出了玉天王 这可是 比他的上级木统领 都要高上好几个等级的存在 我与陆臣结为了异性兄弟 作为大哥 给陆臣提供修炼资源很合理吧 其他的人早已知道 他们可是亲眼见到 可陆正元和陈雪兰不知道 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陆正元和陈雪兰 结拜成了异性兄弟 陆正元和陈雪兰神色震撼 陆清仙更是一脸惊讶 不敢置信地看向陆臣 陆臣和御天王结拜为兄弟了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 但这可是陆天王亲口所说 难道还能有假不成 三人处于惊骇之中 甚至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但相比他们三个 其他人倒是没有这么多的震撼 可心中却是羡慕 不不单单的 陆天王会为陆臣提供修炼资源 而是因为这一层身份 陆天王的结拜兄弟 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五王见了 也要给些面子 甚至陆臣就 现在的身份 陆正元都已经比不上 一个他看不上 不待见甚至嫌弃的儿子 竟然变得凌驾在他上面 陆正元惊恶地看着陆臣 很想问一句 是不是真的 但倒嘴的话 又是问不出来 甚至陆恒的死 他们都一时间 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陆臣可是先天觉醒者 我与他脾气相投 结拜怎么了 难道是说 这还得上报陆大人 等陆大人批准 玉天王稍哼一声 对陆正元颇为不满 生而不养 反倒是对一个养子 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家伙 这么关心自己的亲生儿子 不管不顾 甚至明摆着的证据在眼前 都不愿意相信 甚至逼得陆臣自费血脉 也要和陆家断绝关系 先天觉醒者 陆臣是先天觉醒者 陆正元听到这话 更是惊骇不如 脸上带着明显的震撼 他自然是知道 先天觉醒者代表着什么 甚至陆正元都没有在意 与天王语气中的嘲讽 惊愕地说道 杨龙和看了陆正元一眼 刚才他虽然是要帮助陆恒 但他真的以为陆恒 才是陆正元的儿子 他不是不承认陆臣的优秀 但他和陆正元的关系 不能让他眼睁睁看着陆恒 被陆正元打死 可直到陆正元赶来 得知陆正元身份 他才知道陆正元究竟是有多么 的过分 慕同龄也是深深看了陆正元一眼 感情里是真的一点不一点不关注 陈儿对不起 说话的是陈雪兰 他已经控制不住 大声地哭起来 想要上前拉住陆正 以前他毫不关心 甚至有些嫌弃陆成 可直到陆正自费血脉 惊血浮现他眼前的那一刻 来自血脉的悸动 才让他幡然醒悟 陆正才是他的亲生儿子 可他竟是逼得陆正自费血脉 宁死也要离开陆家 这些年在陆家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究竟是怎样的心酸 怎样的失望 才让陆正对他们彻底死心 没有什么对不起 你们没有错 陆正却是心中没有一点激动 没有一点愧疚 很平静地说道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重要吗已经不重要了 在杀了陆恒之后 他甚至觉得 这一切都已经不在了 现在他只想为自己而活 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活着 陈儿我们回去好不好 妈妈知道错了 一定会好好补偿这些年对你的伤害 原谅我们好不好 陈雪兰哭着 泪水婆娑 亮腔着上来 想要抱住陆正 可陆正却是避开了 不避了 我已经和你们断绝关系 你们的血脉我已经还给你了 自此之后 我和陆家 和你们再无半点瓜葛 陆正说得很平静 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以后我是死是活 是强是弱 也和你们没有半点关系 陆正转身便是要离开 没有多看陈雪兰一眼 他已经彻底寒心 不再抱有任何奢望 他们后悔了又怎样 没有后悔又怎样 这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不是陆家的 人和他们也没有关系了 陆正转张了张嘴 可倒嘴的话 就是说不出来 他是对不起陆成 心中也是有些后悔 可他身为镇守时 陆成作为他的儿子 怎么可以不理解 他心中有怨 难道不能和他说吗 非要在这里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开 他丢不起这个人 陆成这行为 无疑是在打他的脸 这让他以后威严何存 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我就当没有他这个儿子 陆正转终于开口 却是说出这样的话 周围传来的各种窃窃私语 让他心中极为愤怒 觉得丢脸 抬不起头 错了吗 他是错了 他承认 可有事难道不能私下和他说 私下沟通 家事为何要当着这么多人说出来 家丑还不可外扬吗 难道陆成不知道 是陆成是先天觉醒者 又是与天王的结拜兄弟 但不代表陆成可以打他的脸 这就是陆成 诚心要当着青州城这么多人 当着他的直属领导 当着玉天王的面 让他难堪 周围各种的议论声 让陆正转觉得 自己脸上挂不住愤怒 掩盖了对陆成的愧疚 见陈雪岚大哭着求陆成回去 可陆成竟是这样 更是让他心中木火中烧 你说什么呢 陆成是我亲生的 怎么不是你儿子 我们已经对不起他了 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陈雪岚直接炸毛 转身咆哮 他真的后悔了 只想要陆成原谅他 希望陆成能给他一个机会补偿 哪有老子求儿子的 我就是再有错 也轮不到他来指责我 我是没有关心过他 但他难道不知道 我公务繁忙 镇守深渊 脱不了身吗 是 为我陆正元的儿子 不知道理解老子 反倒是转过身 指责我的不是 难道他就没有错吗 他现在翅膀硬了 先天觉醒者 又有了这么厉害的靠山 他当然可以不做 我的儿子不愿意回去 那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陆正元竟是怒吼出来 他越发觉得心酸 自己镇守深渊 守护一方 可到头来 自己的亲生儿子 竟然不理解他 要不是我镇守着深渊 抵挡一族 青州城早就亡了 你见过一族吗 你杀过一族吗 指责我 你还不配 想要我求你 想要我后悔 好啊 陆正元怒吼地说道 等你什么时候超越了我 等你什么时候 杀的一族比我多了 等你什么时候 能镇守一方了 功劳比我大 再来指责我 听到陆正元的话 整个武道广场上 都是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全部落在陆正元身上 对自己儿子漠不关心 逼得自己儿子自费血脉 竟然还能说出这种话 甚至将所有的错 归咎到陆正身上 觉得是陆正元 近乎咆哮的声音 让陆正顿住脚步 转过身陆正顿住脚步 转过身看着陆正元 轻笑了一声 所以 你还是觉得 我是在闹脾气是吧 你还是觉得 你没有错 错的是我 陆正笑了 心中确实没有太多的波动 只是觉得挺可笑的 你说我不理解你 你公务繁忙 哼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觉得 甚至连你们 将我抛弃15年 我都能理解你们 可是当看到你关心陆恒 看到你不惜从深渊中赶回来 只是因为陆恒一点小感冒 我就知道 你不是忙 而是我不重要 陆正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可谁都能听出 这其中的心酸 他一直以为陆正元公务繁忙 试图去理解 甚至去自我催眠 可到后面才发现 原来这一切 只是因为自己不重要 我承认 你是一个合格的镇守使 也是一个成功的将领 镇守深渊有大功 这谁也不能抹除 在我眼中 你永远都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你不是觉得 你没有错吗 觉得我不配来指责你 觉得我连一族都没有见过 没有杀过 那好我们打个赌 一年的时间 要是我不能败将 不能屠杀上万一族 能斩下一个封侯禁一族的脑袋 我自己到陆家 给你磕头道歉 陆成带着一些怒意说道 他没有想到 陆正元到现在 竟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错 错的是别人 错的是陆成 不理解 他总以公务繁忙做理由 可陆恒呢 你关心陆恒 甚至亲自在陆恒身边照顾的时候 你怎么不公务繁忙 陆成话落 周围更是一片哗然 就是牧统领都惊恶地看着陆成 碧天王的神色都微微一变 现在的陆成是气血镜修为 后面还有气海镜宗室镜 然后才到败将 一年的时间想要败将 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 起码就是整个华夏历史上 也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天 更别说斩杀封侯镜一族 陆正元也不过就是封侯镜修为 身为镇首使 他更是清楚 一族的封侯镜多么凶残难缠 就是他 也不敢说 自己能斩杀一个封侯镜一族 这个玩笑开大了 陆成玉天王皱了皱眉 想要制止陆成 就算陆成是先天觉醒者 想要一年时间败将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别说斩杀封侯镜 好有种 这个赌约我陆正元接下来 一年后 若是做到了 我陆正元亲自当着青州城所有人的面 向你道歉 唱并让出镇首使的位置 陆正元觉得可笑 一年的时间 想要败将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赌约他赢定了 甚至某一刻 他觉得 这是陆成故意的 想要回陆家 给自己找台阶下 那好他 就给陆成一个台阶 等一年后 陆成回到下跪认错 他再顺势让陆成回来了 这样还能保住他的颜面 陆成冷笑了一声 像是看穿了陆正元的心思 然后开口我不可能回陆家 立下赌约 是因为 你欠我一个道歉 说完陆成直接离开武道广场 不想再看见陆正元 陆正元愣住 看着陆成离去的背影 心中很不适滋味 但作为男人 作为一家之主的颜面 让他不可能向陆成低头 他甚至觉得 这也不过就是陆成放狠话而已 陆正元你 到底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你亏欠茬这么多 你还要和他立下赌约 你明知道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非要逼死茬 你才甘心吗 陈雪兰怒声说道 死死瞪着陆正元 陆青先站在旁边不知所措 他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竟然真的 会失去陆成这地 虽然他一直在说他 只有陆衡一个地 可血脉相连 这一刻他觉得 自己好像真的永远 失去了陆成这个地 陆成真的不会回来 他要走就让他走 翅膀硬瓦 以为自己有新的靠山 就能指责我 就想脱离陆家春春的白 眼狼一个 我陆正元就当做 没有他这个儿子正好 他不是将血脉还回来了吗 以后他是生是死 与我无关 就是死了 也不配进陆家祖药 说完陆正元转身离开 不想再在这里多待一秒 周围各种目光和议论声 指责他的声音 让他浑身难受 无处发现 对陆成稍有的愧疚 更是在立下赌约的那一刻 全部涣散 错他没错 错的是 陆成想用自费血脉的办法 来逼迫他 来搞毁他的名声 这一切都是陆成的错 见陆正元走了 陈雪兰贪坐在地上 掩面痛哭 直到周围的人全部散去 陆青仙才 搀扶着陈雪兰 带着陆衡的尸体离开 这至于报仇 没有人提 没有人说 陆衡就好像是白死了一样 街角路灯下 你小子还真是 欲天王走来 看着陆衡 忍不住开口 可话没有说完 这也不能怪陆成啊 他有什么错呢 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一年的时间 败将还要杀一万一族 一个封猴静 你可真敢说 苏木爷走上来 似笑非笑地说道 一万一族 这都能顶得上 一支军队 我有把握的 陆成淡笑一声 要是以前他不敢说 但现在他也是开挂的男人 魔神血脉 嗜血魔去 注定了他要成为 君灵诸天的魔神 而魔神之路 必将伴随着无尽的杀戮 而且 现在的陆成 还有一个系统认为 吞噬一千血石 来滋养嗜血魔 去这一千血石 难道还能在大街上 随意杀人 要是陆成真要这么干吗 怕是欲天王 直接给他毙了 所以还是只能选择 屠杀一族啊 所以陆成进入深渊 屠杀一族 是 必然的谁也阻止不了 见状欲天王和苏木 都是皱了皱眉 随后轻笑了一声好 那我在青州计笑等你 正好青州计笑下方 有一条深渊 你要是有本事 就进去屠杀一族 等你立下大功 斩杀封侯进一族 这条深渊的镇守使 非你莫属 再去狠狠地打入镇元的脸 苏木大笑一声说道 随后又是看向陆成 不过进入深渊有个条件 你得成为这一届新生的首席生 才有资格进入 以你现在的实力 呵呵 再告诉你一件事 这一次青州计笑 可是花了大代价 特招了一些天才 步伐比你强大 说完苏木拍了拍陆成的肩膀 毕天王看了苏木一眼 似乎知晓青州计笑此举的意义何在 确实没有说出来 而是看向陆成 我会尽快为你找来一株妖王蜘蛛 为你恢复本源伤势 不用了 我的本源伤势已经恢复了 文言陆成笑了笑 说道我本源伤势已经恢复了 陆成轻声说道 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可玉天王和苏木 却是一脸惊恶 不敢置信地看着陆成 甚至以为 陆成是不是在骗他们 陆成轻笑了一声 他的本源伤势 早在系统出现 觉醒魔神血脉的那一刻 就已经恢复了 玉天王还是不敢相信 一把拉住陆成的手 灵力进行探测 却是惊恶地发现 陆成的伤势 竟是真的已经恢复了 而且 他能感受到 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 在陆成体内流转 这是怎么回事 玉天王惊喜地看着陆成 真的没有想到 陆成的本源伤势 竟然已经恢复了 苏木也是 激动地看着陆成祸 许是因为我觉醒了先天之力 是有关于血脉的 陆成不知道怎么解答 他总不能说 自己有一个系统 给他开挂了吧 文言玉天王惊喜连连 忍不住扶住陆成的肩膀 男言脸上的激动 陆成竟是感到一丝的感动 外人上能这么关心他 可他的父母 哈哈 好好 看来 我青州计校这一次 真的走狗使运了 苏木更是激动不已 陆成的伤势恢复了 一个先天觉醒者意味着什么 他太清楚不过了 要是让其他学院的人知道 陆成的本源伤势已经恢复 还不得气地突袭 可又能怎样 当初是他们看不上陆成的 好好啊 苏木大笑着 显得很开心 不过这一次的招生 院长花费了一些代价 在外面找来了一些天之骄子 虽然不可能有先天觉醒者 但也都是一些天赋不弱的人 你想要争当首席生 可还是有些压力 只有成为首席生 你才有资格进入深渊 当然不是首席生的话 在学院修炼半年后 也能有进入深渊的资格 不过你怕是等不了 听到苏木的话 陆成皱了皱眉 半年的时间 他自然是不能等 所以这个首席生 他是志在必得 三天后就是青州计校 新生入校 可不要迟到了 说完苏木便是离开 他还有事要办呢 陆成我看好你 这段时间 我还会在青州城待一段时间 你要是有事情就来找我 玉天王也是说道 随后将一枚预知令牌递给陆成 里面有我的一道灵魂印记 要是遇到危险可将之捏碎 里面的力量可保拟 说完玉天王又是将一个储 存借递给陆成 这里面是一些修炼资源 我说过 要给你提供修炼资源的 可不会反悔 做完这些 玉天王这才离开 陆成笑了笑 这下子可是欠了他们好大情 在城中闲逛了片刻 陆成竟是发现自己没有去处 只能去找了一家酒店 暂且住了下来 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陆成修炼了三日 将修为稳固在气血境八星 然后动身来到青州济校外 青州济校就在青州城外 不远的青山上 看着有些寒酸的青州济校 陆成嘴角抽搐了一下 他知道青州济校情况不好 但也不知道 青州济校跟个野鸡大学一样 学弟进来吧 这里便是青州济校 你别看咱们青州济校寒酸 但是里面呢 完全就不一样 而且咱们的教学质量 那也是杠杠的 两个老生看见陆成就像是恶狼 看见小绵羊红着眼就上来了 不由分说 把陆成嫁进了学院中 我不去不要退学 我要退学啊 这特么什么大学嘛 都特么骗人的 刚进来 陆成就听到一个新生的惨叫声 哭着喊着要退学 退学特么的 青州济校就不存在退学的说法 想走可以啊 打赢我你爱去哪去啊 一个五大三粗的老生上来 提起这个新生 便是将之带走 陆成见状 嘴一脚一抽 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 学弟在这里稍等一会 等新生完全入校 还有一场考核呢 老生在给陆成办完入校手续后 直接消失不见 可陆成却是隐约听见他们说 又骗进来一只肥羊